花蓮分局远景12天来都在找一名绰号叫阿德的毒品通气犯 由于阿德居无定所 因此警方就记下了他的特征 加强巡逻他时常出现的地区 10号清晨阿德在上班的路上被远景发现 带个正着 远景巡逻到一半拦下一辆机车轻松喊着阿德 这熟识程度让人看了误以为远景遇到自己的好友 找你很久了 阿德见到警方语气有些无奈 原来他是花蓮的毒品通气犯 警方找阿德找了12天 因为他居无定所难以查气 远景只好记下特征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加强巡逻常出没的地区 果然在10号清晨6点多 在阿德上班的路上带个正着 阿德自知逃不过这回乖乖配合 交出身上藏的毒品 阿德你不要配合 阿德你又忘记我了 看来阿德是警局常客 见到眼前这名专抓毒品通气犯的远景 只能自认倒霉乖乖上铐坐上警车 先以轻松的口吻 待身后的警力就定位之后 我们才对他执行收补 进而以附带搜索 然后收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不管怎么逃还是逃不过警方法院 如今阿德将被依法送办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哎呀 杂坊被处理 记者陈金言话链报道